这次地震除了造成财务上的损失之外 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也遭受了压力 而且也这个地震的阴霾是挥之不去的 因此花莲县卫生局表示说 民众可以透过心情温度计自我检测 是不是有情绪发烧的情形 如果心情不好 情绪很不好 要赶快寻求支援 而卫生局也提供了心理智商服务 一 二 三 消防人员穿梭在石堆中合力将罹难者拉出来 这样的抢救相当不容易 花莲强症后地势险峻余症不断 再加上气候不佳造成落实不断 消防人员在沙卡当搜救时还遇到大崩塌 情况危急紧急跳水才超过一劫 发现说有些队员一看到 然后他身体就会为之一战 毕竟巨石压过以后又五六天了 无论是视觉上的冲击还是味道上 甚至精神上的冲击 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其实冲击力度是有的 不仅身处危险他们挺身站在第一线 更是没有退缩空间 大量血迹遗体扭曲残缺圣人画面 都导致他们身心灵受到影响 任务来会回想到之前当下的感受 然后可能当时的画面都会出来 可能会任务可能会做不好 许多消防员在面对这种大灾害时 事后都会出现许多情绪问题 包括害怕悲痛无法面对等 甚至未来无法继续救灾 而这称之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只有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打进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智商咨询人员会跟你互动 偏偏你聊天了解你的状况 真的当然发现到说你需要介入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心理师来做咨询 咨询 甚至转接到医疗单位 这次强症所带来的灾害 不仅对消防员就连受灾民众 也有极大阴影 面对死亡大家难免会有脆弱一面 花莲县卫生局也提供相关咨询给民众 让民众能快点走出阴影向前看 记者压住实力进化链报道